哈喽,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又打算一个人出去逛逛 我本来想约我的朋友去看电影 但是我约了好几个朋友 他们都没有时间,没有空 没办法,那我只能一个人去了 你们习惯一个人出去吗? 你们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吗? 一个人的时候,你们一般会做些什么? 你们会不会感觉到孤独? 之前在网上流行一份孤独排行榜 一共有十几,十几孤独 我给你们念一下,看一下你们能忍受几集的孤独 第一集孤独 一个人去逛超市 一个人去逛超市 你们行不行? 我是完全没问题 一个人逛超市 第二集 一个人去餐厅吃饭 我也完全没问题 第三集 一个人去咖啡厅 一个人去咖啡厅 OK啊,没问题啊 我也喜欢一个人在咖啡厅里面看书 第四集 一个人去看电影 我试过了 我试过 我觉得一个人去看电影没问题 但是看完电影以后 没有人跟你聊天 没有人跟你谈论电影里面的剧情 那就有点无聊 第五集 第五集 一个人吃火锅 我也试过了 我试过一个人吃火锅 第六集 一个人去KTV 一个人去KTV 我觉得我上高中的时候试过 但不多 第七集 一个人去看大海 我也试过了 一个人去看大海 我已经到了第七集了 第八集 一个人去游乐园 我还没有试过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 应该没问题 第九集 一个人搬家 我试过了 我一个人搬过好几次家了 第十集 一个人去做手术 生病 如果你生病比较严重了 你要去做手术 一个人去做手术 目前来说 我还没有做过手术 但是我试过 一个人去医院看病 做检查 那你们呢 你们能忍受到几集 你们能忍受到几集的孤独 行 那我们现在出去吧 大家有吃过这种水果吗 荔枝 荔枝 六月开始吃荔枝了 这是荔枝的季节 很清爽 很清爽 很清甜的一种水果 在我面前的是一栋大厦 这栋大厦也不新了 比较旧 我今天要去一个游戏的店里 游戏运动店 近几年那种游戏运动店 不是越来越火了吗 我今天就去体验一下 这栋大厦的名字叫活力大厦 这栋大厦上面有很多店 有健身房 有酒家 有舞蹈工作室 有饭馆 这是一家日本餐厅 还有美容店 因为位置位于市中心 所以这里人气很旺 不用问 租金肯定也很高 这个墙超特别的 这是用中国人最喜欢的麻将 拼成的一堵墙 太酷了 随处可见的饮料贩卖机 这里不但有饮料 各种各样的饮料 还有泡面 我们也叫方便面 还有一些小零食 它的方法是什么呢 首先你要扫描二维码 然后你要下载一个APP 然后在APP上面下单 要下载APP的话 这有点麻烦 我听到了打麻将的声音 我不小心进入了一个24小时的自住棋牌 棋牌就是打麻将玩扑克牌的地方 也就是赌博的地方 这是24小时都开的 这是自住的 我不小心就走进去了 难怪这里有一组用麻将剂成的墙 原来这里是棋牌室 这里是一个酒家 就是比较大的饭店 这是他们今天推荐的菜式 水晶菊花糕 这边就是楼梯了 我要找个店在哪呢 怎么那么奇怪呢 找不到 2,000 years later 因为空间理性的问题啊 然后我们左边的格子 这边有个线比较多一点 然后线是连接盒子 信号线 就是定量比较高的海道 嗯 对 那种东西要退一下 所以让我们空间比较大 比如说我们希望你往中 从中的动作 大家可能会装得不安全 最主要是安全第一 然后讲一下游戏的规则 最简单的 就是安全区 然后呢 避开红色 把水又来这个 这个彩掉 然后红色呢 一个五次机会可以去彩 然后如果说五次机会 全部用完了 我们就对外的区域开始 然后一直玩到25分钟就停 是吗 对 会来上 哦 好好好 好好好 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了 一个小房间 墙上是一些日式风格的画 招财猫在中间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屏幕 那边也有一个招财猫 然后这是游戏活动的区域 这边还有一个空调 绿色的是安全区 要把蓝色的踩掉 同时要避开 红色的 啊 每一关有五次机会 如果你踩到 哦 我刚刚踩到了一个红色 所以我现在还有四次机会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第一关 哦这是第二关 那我要开始玩咯 开始认真的玩咯 哦 这个其实比想象中的要满耶 因为它这个方块 动得很快 对于像我不经常运动的人来说 是有点难的 我现在玩了大概五分钟 但是这个真的出好多汗 即便我现在开着空调 还是出了很多汗 在空调房里面还是出了很多汗 我现在玩了五分钟左右 差不多已经消耗了五十卡路 才五分钟 哇 这个比一般的运动 要消耗的体能要多得多 特别是对于我这种 不太灵活的人来说 每一关 我是有时间限制 然后有五次机会 如果我踩到红色的格子五次 我就要重新再来 太难了 我没有想到这么难 但是很有意思 我在休息的时候 工作人员帮我换了一个游戏模式 我跟他说 这个太难了 能不能换一个简单的 他就帮我换一个简单的 然后我说我渴了 可以给我拿瓶水吗 他就给我拿了一瓶水 而且是免费的 免费的东西 真的是最让人开心了 我感觉我可以一口气 把这瓶水喝完 一口气喝了半瓶水 太爽了 继续运动 现在已经消耗了 一百六十多卡路里 继续加油 大家 我刚刚从运动游戏店出来了 我感觉非常好 它的价格是50块人民币25分钟 在我们的城市来说 是有点小贵的 有一点点贵 但是后面他送了我一瓶水 还有赠送了15分钟 所以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运动 但是你又觉得运动很无聊 很无趣 那你就可以通过一些 比较有趣的游戏 来增加你运动的乐趣 好的 那现在呢 我就要去一家小酒馆 民谣小酒馆 这家小酒馆比较特别 我现在在等车 到了 这家小酒馆的位置 比较特殊一点 它不在商业区 它在居民区 上面的都是楼房 估计那家就是我要去的小酒馆了 民谣小酒馆 这两边有挺多店的呢 棋牌室 棋牌室 还有一些养生店 陶艺店 还有卖一些 要的 服装的 店 很多 但是现在 比较晚 很多店都关掉了 门口就挺有特色的 挂着五颜六色的纸灯笼 挂着五颜六色的纸灯笼 挺特别的 上面的图案也好看 门前还种了几棵植物 这家民谣酒馆的名字叫南向民谣 南向民谣 好吧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吧 很难想象它是一个小酒馆 墙上的这幅画很有特色 完全不像中国的风格 我喜欢这个 这个图案 好特别 用的色彩 也很好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感觉有点恐怖 大家觉得恐怖吗 这居然是一家酒馆 哇塞 挂了一个是牛头 你好在哪里点东西喝 一个人 前面 这个酒吧的气氛挺好的 中间还有一个大屏幕 我们可以在上面看足球比赛 最近正是欧洲杯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到酒吧去看比赛 因为气氛会更好 桌上放了一个小灯 挺有氛围感的 还有烟灰钟 客人抽烟的时候可以用到 还有两个杯子 我点了一杯柠檬红茶 这么大一杯 我不太能喝酒 一喝酒脸就红 所以我还是喝杯茶吧 连一下酒吧的WiFi 密码是8个8 连接成功 这个酒吧还有助唱 每天晚上11点都会在这里唱歌 那接下来让我们去欣赏一下他们的歌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他们的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他们的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他们的歌声 打赏一下他们的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他们的歌声 该回家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Vlog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